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2月2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盘点中国与澳洲对抗的损益 那么这个题目其实蛮清楚的结果,但是 我为什么要做?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 最近我看见一些,就是隐形五毛媒体开始讲这个话 开始在往回兜 那我就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给他 给大家清清楚楚的算一本账 这本账到底中国跟澳洲对抗 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么? 澳洲又得到了什么?损失了什么? 那么 我们通过这个清楚的账来把这个事情讲清楚 虽然我们 不大困难,就是我们 想象一下大概会有结果,但是清楚算账之后其实比我们想象的 要厉害 要厉害 好吗? 先说新闻,那么有个叫经济学院智库,他们做了一个评估 他是这么说,他说如果从这个纯粹的贸易的角度来看 中国和澳洲不会陷入贸易战 因为目前,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敌对的情绪完全来自中国 那么澳洲其实并没有 没有这个 终止向中国出口商品 也没有向中国的 延迟进口中国的商品 或者 向中国的商品征税 所以 现在对立的情绪完全在中国这方 那么这是一个 那么这个话也是没错,但是事实上我认为,中国跟澳洲之间 已经陷入了一场贸易战 只不过这场贸易战呢 相对来说,相对来说是个单方面的贸易战 就是说 更多的中国,好像中国在对澳洲采取 贸易措施,澳洲好像没有反击 那么澳洲商工总会 那么9月到11月对46家澳洲的企业进行了调查 他这么说,这个调查结果有一半的人 有一半的,超过一半的受访者 认为出口减少将导致工作机会的流失 那么其中葡萄酒业者的这个担忧更加强烈 有73%的葡萄酒 业者担心会失业 另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 把他们的业务 从中国 转移到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 会非常困难 那么大概是一个这个调查 那么澳洲方面也统计过,说中方的制裁 会让澳洲的农民,因为葡萄酒也好,这个牛肉也好,龙虾也好 总体上来说就叫农民,农民损失约 3.3亿澳元 那么实际上这场贸易战 从今年开始,今年5月份就开始 那么 5月份 一个 5月份 第1个就是牛肉 禁止四家澳洲的牛肉出口商向中国出口 他们占中国 进口牛肉的35% 然后就是对澳洲的大卖,征收80.5%的反倾销税 到了6月份 中国开始 中国对澳洲 实行这个旅游警告 然后到了11月份 那么就开始动手了 全面动手 10月6号起 对澳洲的 葡萄酒 铜矿 大麦 煤炭 糖 木材、龙虾七种产品 严加盘查 甚至不接受报关手续 11月份 中国进口的澳煤下跌96% 大概是这样,然后就是11月28号 对澳洲的葡萄酒采取临时反倾销措施 保证金 100%到200% 那么中澳之间的交恶始于2018年 2018年发生了两件事 第1件事 6月份通过了一个什么呢?通过了一个反外国干预法 外国是指谁?就是中国 那么 而且 澳洲媒体开始报道,就是中共开始对澳洲的 政党 政界社区进行全面的渗透 这是第1件事,第2件事情就是禁华为 2018年 澳洲是西方国家最第1个国家禁止华为的国家 禁止华为的5G设备 然后澳洲肯定毫无疑问 是西方国家最早 向中共开火的国家 又非常强硬,而且不留余地 到了2019年,当然发生了一起让中国最 会真正 感觉到 伤害的事情,就是王立强间谍案 王立强间谍案有两个后果 第1个后果 就是暴露了中共在香港的 间谍组织 头目叫 向心,向心最终在台湾落网 那就是 香港的一个间谍组织 另外一个就是 台湾大选 台湾大选 中共全力辅助支持这个 韩国瑜 那么这个王立强案对台湾大选影响非常大 那么韩国瑜最后最终是败选 这两件事情 也是影响非常大 那么这两件事情 幕后是谁 幕后就是澳洲安全情报组织,叫Asia Asia就是这件事情的 推手 推手 到了今年 今年澳洲做了两件事 第1件事情 那是 对中国来说 最接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呼吁澳洲政府呼吁 国际社会针对武汉肺炎疫情 的源头展开调查,这是澳洲第1个提出来的 第2件事情就是6月份 澳洲开始 进行这个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查这个外国投资,外国投资讲的是谁 就是中国 那么 最后中国就翻脸了 其实中国最后是5月份开始翻脸 一直翻到现在 当然中国翻脸他做过一些盘算 这盘算当然主要的原因,主要的核心的盘算就是 澳洲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中国有两个 澳洲的双边贸易是1500亿 将大数是1600亿 那么澳洲有将近500亿的顺差 那么 所以 中国是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第1个出口 就是主要的出口市场 第一大进口国,所以 从数据上来看 澳洲对中国的依赖非常的强 那么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 澳洲是 就中国的游客是澳洲第1个来源国 中国游客对澳洲的这个旅游市场 非常重要 而且中国留学生是澳洲最大的 留学生来源国 所以你从这些数据都可以看出来 那么澳洲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非常的大 这也是中国 对 就是 感觉好像找个软柿子捏一下,因为你既然这么依赖我 那我就要收拾你 收拾你 那么这就是一样,结果没想到这个后果相当严重 第1个后果我们前期的节目已经说过 就是澳洲煤 澳洲煤这件事情呢实际上是这样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国 然后呢用于发电的动力煤供应占全球的20% 用于野炭的野金煤占全世界的55% 所以它是个最大的煤炭供应国 那么 中国限制澳煤 对澳洲的煤炭煤矿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但是翻过来 澳洲煤这件事情 导致的后果是什么 它其实是 它不是中国限电的原因 中国限电是不是澳洲煤的原因?不是 但是它让这件事情更严重 就是说 实际上中国动力煤的价格是在上涨 但是一限澳煤 让动力煤的上涨速度一下子加快 加快 那么 动力煤的价格暴涨 暴涨了多少呢?涨了50% 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火电企业出现了亏损 火电企业出现亏损 火电企业出现亏损 导致什么呢? 导致现在中国各地的大面积 大面积的这个限电 那么 澳洲煤就是限制澳洲煤 终止澳洲煤进口的后果 其实是 加剧了中国 限电的这个局面 刺激了煤炭价格的上涨 所以它不是限电的根本原因 但是它是限电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在这件事情上 中国吃了大亏,你想一下 限电是什么情况 限电就是整个经济限于停顿 经济限于停顿付出的代价非常大 从目前来看,中国限电已经蔓延到 北上广深了吧 北上广深都有了 那就不仅仅是华中地区了 不仅仅是华中地区 这是第一件事 在中国很痛 非常的痛 然后第2件事情就是什么 就是 铁矿石 铁矿石12月份以来,铁矿石价格一路飙升 12月15号 铁矿石价格破了1059 涨幅从4月份 低点 算 涨了100% 涨了一倍 铁矿石的价格上涨 最终导致什么后果 对于 其实 其实那个中国不仅仅要出口,进口中国的 进口那个动力煤 其实中国还要进口 澳洲的 冶炼煤也要进口 也要进口 那么 但是对于一个钢铁企业来说,它的主要的成本一个是 三个成本 一个是 铁矿石 一个是煤炭 还有一个是什么 电 电 电是它的成本 因为很多都是电路 这三个 三个成本,那么主要的成本来自于 铁矿石 那么 铁矿石价格暴涨 中国最大的钢铁企业 叫上海宝钢 上海宝钢 宣布从1月1号开始 所有的产品线全部涨价 而且不是涨一点 涨 几百块钱一吨,影响是非常大 这件事情 对整个宏观经济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宝钢要涨价 那其他钢铁厂没有选择,一定会涨价 因为他们的成本在上升 他不涨价 钢铁企业的成本非常的薄 利润非常的薄 如果他 他不涨价他就亏损 去年中国的钢铁企业已经 很凄惨的 亏损了80% 今年上半年都在亏钱 到了今年下半年我估计就扛不住了 所以一定会涨价,涨价对中国经济来说,我昨天说过 一个经济体 石油是血脉 钢铁是骨骼 那么你骨骼的价格再涨的话,那你基本上原材料上游的价格涨 所有制造业都会受到影响 这是一个 那么 铁矿石 是这么一个情况 中国进口的铁矿石 67%来自于澳洲 那么 澳洲呢 出口澳洲占全球的这个供应量的多少 澳洲占全球供应量的65% 那么也就是说澳洲掌握着全球铁矿石的定价权 所以 当中国对澳洲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的时候 他手上控制的定价权 最终铁矿石价格就涨 就暴涨 涨了一倍 涨了一倍,什么概念 现在的价格按美金算是160块钱一吨 那么澳洲的铁矿石的成本是多少钱 20块钱 也就是说 他现在涨一倍之后,他一吨要赚140块钱 一年中国要进口多少吨铁矿石 一年中国要进口 7亿吨 澳洲的铁矿石 中国的铁矿从澳洲进口占中国进口的67% 那么 也就是说 价格涨了一倍 意味着7亿吨,你算一下,乘以 80 7、8、56,560亿 一年中国要为 铁矿石 付出 560亿美元 我们前面说了,中国的农民因为中澳之间的贸易战会损失 澳洲他们自己算的,评估的3.3亿澳元 但是就铁矿石 就这一头 中国就要付出 560亿美元 中国有没有其他的选择 基本上没有 中国本身是有很多铁矿 但是中国的矿都是平矿 就是含铁量很低 含铁量只有35% 而且开采成本是澳洲的三倍 澳洲的铁矿石都是露天矿 露天矿就把地表扒开 就能够 就能够挖了,直接就用车运走 所以他成本非常的低 然后他的品位很高,55%到56%之间 价廉物美 价廉物美,而且污染很少 因为他没有含杂质很多 中国的钢铁企业利润非常的薄 如果想赚钱 就必须用澳洲的铁矿石 比如说 像宝钢这样的大企业 他们只能用 澳洲的铁矿石,因为品质比较高 巴西出口占全世界出口的21% 巴西的矿石主要供应谁呢?供应 韩国 韩国的钢铁也很发达 那么中国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巴西因为 海运的距离非常的远 所以 他运到 韩国会稍微近一点 如果运到中国来就非常的远 这是 而且他的量是没有 澳洲大的 那么 前些年中国获得了 非洲西岸,一个叫几内亚的国家,他们获得了几内亚一个非常好的 铁矿的 开采权 那么中国好像已经有一丝曙光 这个铁矿叫 西芒杜 西芒杜铁矿 西芒杜铁矿 品位非常好,这个铁矿时 品质非常的高 而且非常也是露天的矿 但是这个矿有问题 什么问题 他在内陆 他不在海边上 你得修一条铁路到海边上,再修一个港口 你才能把这个 把这个铁矿运出来 中国一年需要7亿吨 那如果 如果你现在开始建 不算他打仗,不算他所有的一切 2027年 这个铁矿 能够产生1亿吨的 产量 如果要完全的生产到10亿吨以上 中国一年是需要10亿吨以上 那么其中7亿吨来自澳洲 如果要让把铁路修好,把港口修好,把它矿 矿的这个开产能力提高到 10亿吨以后要多少年 要10年时间 所以现在搞不定 现在还是不行 中国还是需要澳洲的铁矿石 那么中国煤你可以说替代,其实煤也没办法替代 为什么 澳洲煤也是品质很好,价格很便宜 水路也很近,因为澳洲穿过南海就到澳洲 所以 我们讲澳洲非常依赖中国市场,没有错 翻过来讲也是一样的 中国非常依赖澳洲的 这个原材料 因为中国有庞大的制造业 庞大的 这个原材料的需求 当你有原材料的需求的时候,你原材料其实本身的 本身的这个 这个供应就变得非常的关键 大家知道经济循环 环环相扣 丝丝相扣 电也好,原材料也好,都不能停一下 中国跟澳洲翻脸 其实最终对中国本身来说是非常的,影响非常的大 我上次讲过,你看你通过这个芯片可以看到什么 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脆弱性 中国经济脆弱,你看在高科技领域 美国啥都没干 只是 对华为的芯片进行制裁 就让整个的高科技领域已经一片混乱 一片混乱 那么在高科技领域,中国没有自己主导的能力 这个不意外,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但是 我们上次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我们上次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 由于芯片受到影响 那么德国大众 的汽车厂,在中国的汽车厂停产 因为芯片,芯片没办法供应 所以 你知道汽车厂停产损失非常的大 汽车厂怎么样都不会让它停产 除非万不得已 所以你可以看,其实在制造业领域 制造业领域 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也是非常脆弱 好了 你这次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两件事 从煤炭 到铁矿石 其实中国 已经深深的嵌到了全球的供应链的 循环当中 中国要是跟其他国家关系不好弄翻了,其实 它的供应链是国内的供应链 非常依赖海外的 供应 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的运行 你看 从限电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它的电力 电力供应系统的这个 这个脆弱 非常脆弱,你想一下 炭价格一涨上,煤炭价格一涨上去 就开始限电 然后你铁矿石是握在别人手里的 铁矿石,澳大利亚一翻脸,铁矿石价格上去 你现在钢铁企业就现在日子不用过了 钢铁企业日子不用过,你想一下 什么都不需要钢铁,什么都需要钢铁 你现在经济 靠什么来带动 中国今年 中国今年经济非常依赖什么 中国经济非常依赖基建 靠基建托底 靠出口 带出就业 这基本上是两个支柱来 如果你刚才价格上涨,对整个基建的 冲击是非常的大 你原来做的预算100个亿,你现在一看 不够了,为什么 刚才涨价 刚才涨价120亿 可能会更高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通过最近发生的一系列的事件,你可以看到 中国经济号称是 世界第2大经济体,但是它整个经济结构 中国其实是非常的脆弱 它经不起 它其实是经不起外部环境的变动 任何风吹草动 对它影响都非常大 那么从这场对抗当中 你可以盘算一下 中国吃了大亏 那就是 铁矿石、煤炭 吃了大亏 澳洲的农民吃了一些小亏 也吃了大亏,对他们来说是大亏 但对整体国家来说 他吃了一些小亏 那么中国的损失 10倍 100倍 差不多 差不多100倍吧 但是澳洲手里还握着一张牌 握着什么牌 中国承受不了的牌 所以你看最近 王毅的讲话已经开始 开始放软了 为什么 澳洲手里还握着一张所有的 西方国家都握着一张牌 叫台湾牌 这个台湾牌 要是打了 那你中国更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对澳洲来说我不欠你的 你从这个煤和铁矿石的角度来看 反正你已经把所有的牌全用光了 反正龙虾也不能卖了 红酒也不能卖了 牛肉也不能卖 其他东西都不能卖了 不卖的话,我真要翻脸 中国会受不了,为什么 澳洲如果宣布跟台湾建交 那你想想看 如果澳洲率先宣布跟台湾建交,你知道意味着什么 那其他国家也跟进 后果很严重 中国的整个的 一个中国很重要在哪里 一个中国的原则很重要的是 这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其中一个支柱 你看全世界都承认我 所以我是有合法性 中共其实从1949年建政到现在 他一直没有解决一个问题 就是他手上这个权利是不是合法 因为他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 没有得到人民的授权 他对内 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叫什么 我 我改善你们的生活 让你们生活得到改善,所以我的政权合法 对内这是一个政治逻辑 对外是什么,一个中国的原则 大家都承认我,我的是权利合法 但是你现在看到的问题是什么 国内现在经济开始走下坡路 你没善意限电,没善意出这个问题 出这楼子出那楼子 这国内现在的问题 这个政治问题跑出来 如果国外突然有一个国家说我开始承认中华民国了 那中共的这个政权就开始有点摇晃 就这个问题 所以 澳洲手上握的这张牌 其实是杀招 就是一个 对中国来说 没有办法抵抗的牌 政治上来说后果非常的严重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刚开始的时候王毅那个态度 中国驻澳大利亚的那个大使就像小流氓一样 你看在电视上面表现 但是你把这个账仔细地盘一下 你就会发现 其实 他无论是经济 还是政治真的是非常的脆弱 好吧,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 总结一下 从今年11月份开始 中国跟澳洲的关系已经进入一个白热化的状态 澳洲方面非常坚定的 在很多关键的领域 对中国说不 然后中国开始利用他经济上的 市场地位对澳洲进行制裁 最后澳洲 采取反制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对这一场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冲突 进行一个盘点 盘点的结果非常的明显 那么 中国完败 在这场冲突当中,澳洲付出了一些代价 但是中国付出了百倍的代价 而且 澳洲手上还有一张牌没有打 中国的牌权出完了 好吧 这就是结论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四个 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我这里提醒一下,两点,第1个,还是呼吁大家关注我们的推特号跟脸书号 那么 我们多保持一个联系 另外就是我们的直播需要更多的网友参加 我们的直播非常有特点 还有很多的 长龙卧虎,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多来参加 所以我们 关注我们的脸书号跟推特号,我们会在直播前的5到10分钟 把链接发到这个账号上面去,大家可以点击进入,好吧 好,我们进入互动 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 谢谢 鸣谢 谢谢 情绪 中共的战狼外交完全是损人不利己 不仅与全球为敌,关键是拿全国人民 做赌注 OK 坐标,天津,事业机关,今天的单位用内部网络统计 打国产疫苗的情况,准备安排注射 结果单位只有少数人报名 虽然声称志愿 但刚刚通知明天开始动员会 要求干部全部注射 我刚才看了一下国务院的 联动联防机制 昨天开的一个会,开的一个记者会,讲应该是明年 明年一月份 5000万,全国注射5000万 现在就不知道 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应该全国都在动员做这件事情 他既没有正式批准 他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 中共做事情简直是 太荒唐 再鸣谢 观点,先前有问 如何提高中国消费力,想通了 大方向提高基层岗位可支配收入 一 基层岗位可支配收入 一 把维稳与外交经费拿来补贴社保的财政 降低社保缴纳额度 二 取消住房公积金 三 调涨基本月薪与时薪 将原本企业负担的社保转移到员工工资 三 这三点做到既可以提高劳工收入 又可以降低企业成本 而央行只要稳定物价 消费力就会快速成长 但现在政策完全相反,因为财政困难就砍 医保 保障 强征罚款 跟税 物价失控 现在的政策四个字,杀鸡取卵 把维稳经费跟外交经费拿来补贴社保 你想多了,如果他把维稳经费取消了的话 我觉得中共可能一天都待不住 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样 那 全部都反了 没有维稳经费,警察先跟他反了 所以 你以为这些人都跟着他为什么,不就是看钱份上吗 如果他没有维稳经费,谁跟他混呢 所以 他首先就没有这个政权了,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把这个 维稳经费跟外交经费 这件事情 一放进去,这个方案就实施不了 情况,房地产也受影响 看到有人算过,建一个高100米 两梯三户 约300平乘33层 每瓶用钢60公斤 一栋楼就是600吨 现在一吨罗文钢比去年贵了1000到1200 一吨 近开支多出70万一栋 玻璃比去年贵了500到500一吨 原材料都在涨价 原材料涨价的原因是什么 原材料涨价的原因是成本推动 一个是成本推动,还有一个是,我觉得今年的货币供应也是有点猛 两头在挤 所以物价在涨 物价在涨 我相信明年上半年 跟民生有关的物价要涨起来 现在是在涨原材料 原材料价格涨最后会 传递到终端产品 终端产品 就是大家日常用品 日常用品也会涨 因为成本在涨 情况坐标大连,政府说因为冷链环节引起疫情传染,封了一个区 现在全市做核酸检测 前几天所有本市人员的通行码变成红色提示 政府发软文说 不以红文字变红为依据 且不会影响大家出行,而实际的情况是 很多本地人去了外地 对方城市要求隔离14天 昨天全部本地的通行码又变回正常颜色 应了王舍那句话 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 这种关系到民生的事情,说改就改,说变就变 情况我在北京的公司也在统计打国产疫苗,但是没有人报名 大家都建议党员优先当小白鼠 优先干部是对的 先是优先干部 先干部 再党员 等你们打完再说,够了 党员都9000多万了,你打5000万党员都没有 只有大一半的人数 情况,问了体制内的朋友,100人的单位有80人不愿意注射国产疫苗 可见体制内对国产疫苗没有信心 有信心那就去打呗 我觉得这个不拦着 我真的不拦着,你比如说 台湾国民党 国民党说要把这个 中国的疫苗引进到台湾,我觉得这个完全可以呀 动员国民党打 从党主席 到中常委一路打下来嘛,打没关系呀 但是打了以后 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效的问题 国产疫苗 之前有一个问题,我看台湾那个节目,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 他说现在打了国产疫苗的出国人员 在国外集体染病 集体染病 现在不清楚,集体染病是个结果 但是你不清楚他到底是因为 疫苗,当然集体染病肯定是出问题 但是是什么问题不知道 因为你有可能是防护性,这个疫苗没有防护性 没有防护性是比较还没事 就怕呢 他不是没有防护性,他本身的毒性没有控制好 就直接感觉直接往里面打病毒 就本来是一个没感染的人 你这疫苗控制毒性没控好,直接 把病毒打进去 变成感染了 主动感染 这个主动感染 你怕的是这个 所以 你最坏的情况,你疫苗理论上来说,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没有什么保护性 我在打过 你很多 大家可以去检查一下,我们以前打过的什么 什么乙肝疫苗啊这些有没有效 查一下体内没有,没有说明什么 你的疫苗是假的,中国疫苗假的情况 普遍吗 不是普遍的问题 中国的假疫苗90%以上是假疫苗 所以你能信吗 提问,中共一直在对外扩张,想把红旗插遍全国 全球吧 但其实他们那些人真的有所谓的共产主义意识的人 有那么多吗,真的有那么多人相信那种乌托邦理念 因为王舍 其实那群领导者 心里最清楚自己的定位和目的,他们这么做是不是只是想满足 实现万国来朝的帝王体验还是别的 我不知道他怎么想 但是他肯定在做 做这件事情 至于说做这件事情,他的私下的意图是什么 大家可以猜测,但是我觉得猜测没有意义 为什么 因为 我们只会面对 他做这件事情的后果 很多人老是觉得 经常讨论一个问题,说高官 中国人最愤怒的是什么 中国人愤怒的不是这个官员的贪污腐败 他们最愤怒的是他们孩子跟老婆在国外 最愤怒是这个人 这就是中国人的,其实是中国人的这个 局限性 他老婆孩子在国外其实 有什么大不了的吗,你以为他在国内就好吗 就解决了你的问题吗,不是这样 一个官员贪污 最坏的结果是什么 最坏的结果就是贪污本身 据说他老婆孩子在国外 享受荣华富贵 我知道中国人最受不了这个 通过这个来证明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体制 老实讲,我真的不介意他相不相信这个体制 我只介意他做这些事情的后果 我觉得我们大家要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一下心态是什么 调整一下心态就是把事情 把我们的关注点真正的放到有本质性 后果的事情当中来 所以 我 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 我真的 我也不太 我也不觉得这件事情,他心里想什么,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影响 好吗 提问您好 王老师能说一下目前英国病毒变异的情况吗,墙内的微博微信都在宣传英国要亡国了 可是英国足球联赛还在照常进行当中,我正好昨天问了一下 问了一下我有一个同学,他在哈佛医学院 他是这么解释 他说其实病毒变异是随时发生的事情 这个 就像流感 流感每年都变异 然后每年的这个,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原因是流感每年都在变异 流感每年都在变异,我们疫苗就 要有针对性的调试 调试之后继续打 继续有效 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其实 这个武汉肺炎病毒他会慢慢的变成一个什么 慢慢的变成一个类似流感 流感病毒一样的东西,就是他长期会在 会在我们的社区存在 所以他的变异是一个正常的变异,疫苗 现在第1个,我们现在已经打的这个疫苗,就是Moderna疫苗跟 BioNTech 的疫苗,这两种疫苗是不是不能 现在还不清楚 这个变异的病毒,就是 这个辉瑞疫苗能不能够防护这个变异的病毒 现在还不知道 现在还不知道 只是现在医学医院已经发现了一个变异的病毒而已 所以完全没有必要恐慌 完全没有必要,这个很正常 而且 针对这个新变异的 他们只是有一部分变异,所以 只需要做一部分调试 就可以了,就再加进去 把那个新的这个加进去就好了 就没事了,所以 也不必太恐慌 国内是 中国人是比较紧张的 所以这件事情 就有点像流感疫苗,大家这么理解就好了 提问,首先道声谢谢,王老师的频道特别好,我想问问王老师是不是读过一本书叫 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我没看过这本书 都是关于中共如何在西方拉拢和收买各种 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不知道我们在英国如何对付这种情况 对付这种情况不是我们的任务 应该是政府的任务 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怎么做不了,我们只做一件事情 不做坏事就好,我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所以这件事情 应该是政府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好好的去投票 选一个能够对付中共的政府出来就好了 所以 提问,除了您刚才盘点的经济方面的账,政治上的得失又是怎样 政治上的得失 政治上其实已经非常的清楚的 就是第1个 中国跟澳洲在政治上已经翻脸了 这是没有话讲 已经翻脸了 这翻脸其实是澳洲先翻的脸 中国呢就 今年也跟着一起翻的脸 所以双方在政治上已经翻脸 那么基本上中国在政治上没有什么牌 为什么,因为他没什么朋友 他都是用钱买来的 渗透来的 那怎么办 那最后我就说澳洲手里还有一张牌 中国手里就没有牌,因为中国手里通常只有一张牌 经济牌 那么如果经济牌你现在 打完了你已经输了 你已经是 输的 然后澳洲手里还一张政治牌 局面是什么 这应该很清楚 观点,台湾牌不仅澳洲有,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 但是疫情把世界害成这样,还是没有一个国家 打出这张牌,这张牌不能轻易打 这种牌,这种级别的牌 不会随便打 英国手上有吗 英国手上也有啊 英国现在跟台湾的关系非常好 澳洲跟台湾的关系也很好 大部分的国家都开始 提升跟台湾的关系,所以台湾现在 我那天看 纽约时报啊,纽约时报,世界上最重要的地方是哪里 台湾 西方国家的看法已经开始变化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那里有个台积电 台积电很重要 我以前 这段时间我看了一个 大家记得 有个纪录片叫厉害了我的国,这个很有名 还有一个纪录片,那个纪录片我看完了,叫国之重器 国之重器讲的是中国的制造业 那这两天我又看到一篇文章 讲中国的机床行业 那就国之重器,机床是 我们叫生产母鸡 母鸡是 母亲的母,机器的鸡,生产母鸡,机床是生产母鸡 所有的制造业 它的水平都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机床 所以机床是最重要的东西 制造业 的关键是机床 芯片也最关键的就是光刻机 机床业 讲机床业这个行业 叫什么,国之重器是2013年拍 2012年中国的机床业爆炸性的增长 几年下来 中国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机床厂 叫沈阳机床厂 破产倒闭 18罗汉,中国的18家 国企,大国企,做机床的大国企 基本上已经完蛋了 就是这样 吹牛 国之重器 台湾的国之重器是什么 台积电 为什么 它有战略价值 战略价值,美国必须让台积电 来来来,你到我们这边来设厂 为什么 你这厂子太重要了 不能有什么问题,为什么 F35要用 台积电的生产的芯片 所以影响重要吗 这才是真正的国之重器 请问王先生,中澳关系未来走向,按目前中共的思维应该走向彻底决裂 才是大概率的事件 决裂 决不了裂 为什么 中澳之间相互需要 我觉得中澳之间就是政治上翻脸 经济上还是往来 最终的结果应该是这样 因为 大家记得 第1个 澳洲是五眼联盟之一 第1个 第2个 澳洲是四方会议的成员 那这两个组织 都是 跟中国对着干的 所以最重要 澳洲也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所以 在这个问题上 澳洲非常坚定的站在美国一边,在中美对抗当中 而且他的确是有实力 他有非常强的实力 虽然中国在澳洲下了非常大的功夫 对澳洲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面进行渗透 但是澳洲也是最早 其实澳洲是最早 把这件事看明白的国家 然后他们就开始进行反制 2018年2019年到今年连续几年他下来 这件事情我觉得已经差不多 中国为什么一开始都不跟澳洲翻脸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你真的跟他翻脸之后 这个局就成了 就是你开始没翻脸 澳洲 澳洲不断的采取一些动作 中国难受是难受,但是这个局还没有形成 那么中国正式的翻脸的时候这个局就成了 这个局一成 就翻不回去了,所以 从政治上来讲 中澳之间应该是进入一个全面对抗的状态 政治的角度 但是经济的角度,中澳之间又互相需要 我觉得中澳之间会维持一个表面上的 这个往来 这个我觉得澳洲现在其实这个态度就是 我们还是保持一个国家跟国家的正常关系 但是我们政治上 是对抗的 经济上该做生意就做生意 大概是这样的局面,应该是这样 提问王先生,目前中国的战狼外交会持续多久 西方能压制住现在中国错误的扩张路线吗 中国国内能回归邓小平路线吗 这是两个大问题 第1个,西方国家能不能压制住中国的扩张路线 西方国家正在做这件事情 西方国家能不能压制住中国的扩张路线取决一个最重要的 因素 第一,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 美国他怎么制定他的对外战略 这是最重要的 美国的对外战略决定了整个西方国家能不能压制中国的扩张战略 根本因素就是美国 所以美国很重要,这是第1个 第2个,中国国内能够回归邓小平路线 你把这时间拉长一点看 从1921年 中共建立到现在 中共都干了些什么事情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你把这时间一拉长 邓小平的路线其实是一个短暂的 短暂的过程 就是说 改革开放 放权 让利益 让老百姓过好日子,恢复他们的生机 你看一下,改革开放到现在总共才多少年 从1978年 1978年到 2012年 30多年 30多年 的时间,30年,我们说30年的时间 中共建政到现在有多长时间 中共建党到现在 21年 100年 所以其实邓小平的这个路线的时间是很短 中共更长的时间在干什么 杀戮 夺权 折腾老百姓 基本上没让老百姓过什么好日子,你看他从瑞京开始 这一路下来 没让老百姓好日子过 所以 邓小平路线不是,你回顾看,从前到后看一下 邓小平的路线 就是 韬光养晦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上邓小平的这个路线 在整个的中共的历史当中,它只是一个非常小的部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回到邓小平路线的概率大,还是回到他的主体的路线概率大,我觉得回到邓小平路线的概率 并没有那么大 并没有那么大 提问,请问王先生对当年冰点周刊的评价 感觉那个时候记者和报刊都很勇敢 中国的媒体 有一批 硬骨头的记者编辑 和报人 有一批,这批人已经 已经凋谢了 那个时代 其实不是那个时代,任何时代都有 只是 只是你说的这个冰点周刊那个时代是比较集中,比较多 那么现在已经看不到,你现在很难看到这些 因为中共现在 对媒体的控制已经到了 到了 叫什么 令人发指的地步,所以 现在你看不到,但是 不论任何时候,其实中国都有一批 勇敢的记者 勇敢的编辑 有脊梁,有骨头的 报人 中国不缺这个 只是我们很多时候 普通的人看不到而已 情况,坐标英国想要澄清几点,一 伦敦没有大逃亡 产生人流是因为上周末圣诞节假期开放, 大家回家团聚过节 突然的泰尔4升级,让大家提前出行 二,没有恐慌 英国人恐慌,我不相信 希特勒打过来,我又没见英国人恐慌,为什么现在就恐慌,而且有疫苗 虽然大家对政府抗议政策一直很大的抱怨 但是信息公开透明,民众还是有安全感的 三,没有出现任何短缺,各类食品货物供应 充足没有出现涨价 中国媒体就是 我宣传是什么,我经常讲,宣传就是两点 第一点 我是好的 第二点 他是坏的 永远是在 中国的媒体上面永远是这样的 所以你不能相信他 情况,中国疫苗三期结果出来,86有效率 灭活疫苗,这个结果很正常,但是副作用很大 产量很低 成本很高,而且实验 质量还可以保证,大批量生产以后就壮大运吧 反正我不相信 我既不相信他的第3期的结果 我不相信他公布的这个结果 我也不相信他大规模生产的结果 我不相信他们整个的 药物的检查机制,我完全不相信 我完全不相信,所以 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 但在之前没有办法 那现在有这个 BioTech BioTech会和这个复兴 进口一些疫苗 那我觉得大家,我还是鼓励大家去买这个疫苗来打 会比较好 就算是要买 也花点钱 情况,朋友是墙内小学教室 都开始强制打疫苗了,两页纸,批号,品牌,啥都没有,必须签字打 心里一万个不愿意 墙内有个老段子,台湾是向世界各国 是世界各国向中共拿钱的提款机 密码就是一个中国 中国是代表 中共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提款机 我觉得呢 提款机谈不上,为什么,因为这是个政治解决的问题 只有那些很小很小的国家 才会在这个问题上拿点钱 稍微像样的国家都不会在这个问题上拿钱 情况,这是国内自媒体对西非铁矿的报道的评论 直到西非几内亚,西芒社 西芒度吧,地区发现了 储量高达18亿吨的铁矿石矿 也就是目前一直为开采储量最大的铁矿石之后 澳洲政府就坐不住了 说双方可以合作 中国就可以彻底摆脱对澳洲铁矿石的依赖 现在的局势完全倒向中国一方 那段时间莫里森急不可耐的向中国示好,也是这个原因 我都说了 再过10年吧 那你现在10年怎么办呢 10年 10年才能实现,你现在怎么办呢 所以忽悠啊 情况,Biontech 创始人之一,今天说他们的疫苗极大可能对英国 英国变异有效,如果有必要,他们能够在六个月 六个周内做出新的疫苗 没错 其实变种的变异的这个病毒呢,它不是全变 它只是变了一部分 所以其实 对原有的疫苗来说也是稍微的做一些 调整 就加进去就好了 情况 新西兰政府宣布,第一批疫苗明年三月份才运到 到达后三个月先给前线人员和老人有基础病人的人民施打 然后才是一般人民 预计明年底全国大部分人民会施打完毕 情况,说见和澳洲铁矿 或煤没有关系的可笑消息 格力推出5G手机,每次开机画面都是董灵珠的画像 和他的一句格力口号 然后销售当天卖出88部手机,笑死我了 这个女人是自恋还是脑残 乔布斯也没有在手机上放自己的照片 观点,王老师你的分析非常到位,也仅止于墙外或者翻墙的人可以看到 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中国人 在长期被洗脑 坚定的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希望王老师可以把你的声音传到墙内,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也希望这样,希望能够 我们这个节目的任务和使命是什么 我们这个节目的任务和使命只有一个 就是 发现真相 传播真相,这是我们的任务和使命 观点与提问,王老师经常强调五眼联盟是最稳固的联盟,我不完全同意 各国还是在算计本国的利益 联盟并不像老师说的这么团结 面对中共,例如新西兰除了 部分情况跟五眼一起宣誓,并没有实质作为 英国和加拿大 好一点 但是也没什么大作为,请教老师观点 是这样的,我们经常会 掉到两个陷阱当中去 第1个陷阱是什么 第1个陷阱就是 国和国之间只有利益 这是中共给我们洗脑洗了很多年 国跟国之间只有利益,没有别的 那么事实上不是这样 事实上 国和国之间 是有利益,利益是什么,利益是基础 我们首先必须要有利益 我们才会在一起合作 没有利益的话,我们没办法合作 这是第1个 但是利益 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决定性的因素常常是什么 常常是理念 就是说 你是个坏人 你是个烂人 我不想跟你在一起 你有钱给我,我不一定跟你玩 那么中共这些年呢,他做的事情就是什么 他就腐蚀 就渗透,所谓的渗透 就是虽然你有这个国家理念,但是我从内部 把你的一些人搞定他 腐蚀他 让他去做他本来就不能做或者不愿意做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这是一个陷阱 就中共 中共的确是这么干的 他这么干,他也这么想 他也这么认为 他也这么给我们洗脑,所以我们很多人都在 中国人都认为国跟中国之间只有利益 但其实不是这样 这是第1个陷阱 第2个陷阱,我们把所有的情况都绝对化 你讲意识形态是吧 那两者之间你必须只能讲意识形态,其实不是这样 外交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它是很复杂的 我说既有利益 也有意识形态 它是个综合,有地缘政治 有传统,有历史 有文化 有国与国之间 有我和你之间的两国之间的关系,还有多边关系 多边的关系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够 就是掉到两个陷阱,一个陷阱就是 被中共洗脑的陷阱,还有一个是绝对化的陷阱 外交是个非常复杂的工程 它有很多因素会影响 他不能说我今天一看,我这个是个坏人 我就跟他翻脸一刀切 不会这样的 很多事情是 我想什么我不会说出来 我会在一些行为当中我会慢慢调整 他不是那种 国跟国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个像小孩子吵架那样 一吵我不跟你玩了就走了 那是不行的 所以我一直 不同意这个美国优先的政策就是这个道理 你不能够一不高兴我就走了 我不高兴,这个地球 这个国际社会是要运转的 因为你走了以后,你后果很严重的 所以很多 国际社会它有运行的规则的 所以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 就是他的 我们讲,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我们只能判断这件事情的属性和方向 他不会是绝对的,我说五眼联盟他们是 叫什么,最稳固的联盟 我讲他最稳固的联盟,意思是什么意思 是和其他的组织相提并论的时候 他为什么是最稳固的联盟,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首先是他们理念相近 这五个国家,他的国家的理念是非常一致 那么第2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历史的传统 传承 他们以往关系就很好 这是第2个原因,第3个原因就是 国家他们原来的成立的这个 就是人种问题吧 人种问题 所以这三个原因让他们变成一个最稳固的联盟 原因是这个原因,这是跟其他的 其他的这个联盟的相比 相比较而言 所以你不能说,我一说他是 最稳固的,所以他们 步伐一致的做一些事情 他毕竟不是一个国家 他怎么会步伐一致的做一些事情 他每一个 你想新西兰的总理跟澳洲的总理 他都要面对国内的政治,国内这两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不一样 他有不同的节奏,他就有不同的行为 这个很正常 观点 不管老毛当政还是邓的改革都是从上而下,老百姓都是被动的 现在习上台老百姓也是接受 也就是中国政体,老百姓基本上没有参与 哪天回到北朝鲜也只能接受,一点也不奇怪 中共从 从建政,从这个 从建立,建党那一天开始 他从来把人民当做什么 人民在中共的眼里,就是实现他政治目标的一个工具和资源 从他建立的第1天开始就是如此 没有一天不是这样 情况,法国加入美国和日本在菲律宾的演习,加入印太联合 加上美国舰队今天进入南海,南海也有压力了 观点,王老师,谢谢你在大陆各地 限电这个事情上做了一层又一层的深度挖掘报道 所以我看的媒体没有一家可以 讲超出因为澳媒的因素 更多的分析 我家人在大陆工作,能从您这里 知道更多的资讯 让我们心可以定下来 想想接下来该做什么 谢谢你的肯定,这是最高的奖赏 感谢你 鸣谢,姥姥王,谢谢,常常对事情是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您的解析让我豁然开朗 诗者 传道授业解惑 王先生是良师益友 谢谢姥姥王的肯定,谢谢 Fendi 提前祝王先生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明年粉丝翻译杯 谢谢 王波波 老师晚上好,赶上live 不请您吃汤圆,谢谢 Helen 谢谢 王老师的分析真知灼见,谢谢 谢谢大家的肯定和支持 我们会继续努力,把我们的节目做得更好,也祝大家 提前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谢谢